那我其实因为现在选举倒数30天 可是这时候又看到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 又到中国去了 又出动了 那将军他为什么要去中国 他是说我的目的是要跟当地的台商社区 有一个这样的见面会 然后要去好几个地方 包括有成都 南昌 中山 厦门 重庆 去参与他们的活动 现在选举要搞了 有这么单纯吗 我可不可以夹一个东西来看 因为昨天才看到是日本产经新闻 他特别写了一个内容 是讲说中国戒选 然后今天看到夏立言 国民党的副主席又跑去对岸 你会怎么样来看 我讲其实夏立言在国民党里面 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讲 只要两岸情势越危急 只要两岸被干涉越重的时候 夏立言就有重责大任 你看军演的时候夏立言到中国 打飞弹的时候夏立言到中国 现在我们要从头大选 他再到中国去 为什么一定要去 我讲如果今天我是国民党的主席 我就跟他讲说 老夏晚点去 慰问台胞 过年去嘛 农历节春节过年 顺便把他解决一下包机的问题 应该这个时候去 为什么要在选前30天往那边跑 而且还低调秘密 我觉得有非去不可的因素 就是要不要来 你不来捐款过不去 你不来台商的钱可能不会支援你 我觉得有这种意识在 那台商捐给谁 你认为国台办不能左右吗 我告诉你 一定能左右 一定能左右 台商在中国很多的经济活动 很多的优惠必须要靠国台办特殊的管道 来支持他 否则他办不下去 所以台商来介入 来协助总统大选 完全合法 因为台商也是台湾人 台商可以协助 可以出资金 可以帮你吹票 可以帮你动员组织 所以我觉得如果副主席不去 这些台商动不动得了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我告诉大家 其实国民党有很多的地方党部 有很多地方党部 因为党中央都不再支应地方党部了 地方党部有很多的选举资金 有很多选举的需求 都是台商给的 然后台商呢 他是从中国回到台湾以后 很简单 勾个线 照个相 拍个照 然后特定候选人讲一下 支持一下 原则上竞选的资金就会进来 我跟你讲这是合法的 因为台商不是共匪 台商更不是中共 台商回来是合法 可是呢 如果你不去 对岸不让台商回来 对岸不让台商的资金进来 我告诉大家 这很可怕 这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才讲 我待过国民党 我知道国民党的痛 我待过国民党 我知道国民党的苦 可是我告诉你 不痛一次 不苦一次 永远切不断 这些人 他真的不再帮你 他回来以后 就会跟你讲 这几组候选 觉得 就2020年的时候 你觉得哪主好 那我就说 你都到国民党的场合来 跟我们吃饭了 你认为我会说谁 对啦 这个蔡英文不太好 我还是觉得 那个韩国瑜有趣点 真的 就这样讲 而且我告诉大家 那个语意之坚定 也就是说 你们如果支持谁 我们台商才会支持你 不支持谁 就不给你 这是台商的自由 这也是台商的 民主的自由权 可是呢 你包上了中国这层阴影 不简单 台商的自由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权 可是台商的自由 是不是因为有一个 是 胁迫的压力 造成他不自由 对不对 因为台商有两个老板 一个老板是中华民国 一个老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经济 管投资 管土地的上司 这些顶头上司 说句实话 这个老板比中华民国还要大 因为你的工作在那里 你的投资在那里 你的员工在那里 你的赚钱的权利在那里 如果这个老板不支持你 你都没得赚 所以我一直讲 如果两岸之间 慢慢把经济抓回来 中国的确是个很大的市场 可是现在中国的市场 正在萎缩中 很多台商都在往回撤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中国国民党 跟这一些台商 说明白讲清楚 赶快回来 赶快离开中国 你如果一天不离开 留下来的台商 被中国绑住 它不只是介于你大选 我们有很多的共谍 都是这样子出来的 我讲我负责 很多共谍就这样出来的 很多退伍军人 退伍以后 在台湾工作不好找 或者是在台湾觉得收入太少 高薪聘请到对岸去 当管理干部 当自治干部 然后给你很好的待遇 只有一个条件 回台湾请学弟吃饭 找你在军中成就很好的学弟 来挖他的内容 挖他的口风 挖他的人事 挖他的一切 我说这些事情 如果今天不把它切断 我真的觉得 于重心长 我在国民党待遇这么久 我还是觉得你是一个 应该活起来的政党 可是如果你再继续 这样子被中国绑住 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夏立元主席 你去那边 如果真的要去 行李如银 赶快回来 否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 雪上加霜 赵少康毫不容易冲起来 说他反共 终身讨厌共产党 你这样子一去 会让整个国民党的气势 往下掉 快回来吧 温情呼唤 挖到有一个情节是说 那个气努客的飞观 然后他谈到到底是几亿 有点忘记 1500万美金 也是一个天价 也有一个具体的系统 是这样的东西 那林涛我请教 那你觉得夏立元 是要去干嘛的 基本上我刚才听到 将军讲后面那段 学长不要回来找学弟吃饭 我认同大概跟国民党无关 就是学长要去找学弟吃饭 我们台湾 我们所有的情治单位 跟调查单位 当然要掌握 但那跟国民党无关 可是他们都讲你知道 要支持国民党 所以你要跟他画清楚 这些人跟国民党无关 不要再往里上贴金了 所以我觉得两件事情 以前你知道去年选举 9月这个夏立元旭 就说是不是跟选举有关 每一次夏立元旭都说 你是不是跟选举有关 每一次都没有关系 每一次说你会不会出卖台湾 每一次都没有出卖台湾 所以他每一次去跟台商 台胞跟台生在互动的时候 这是本来两岸交流的部分 美国希望两岸交流 赖清德也说要两岸交流 怎么人家去两岸交流 说你别去 你都别去 你不能去 我没去 你也不能去 两岸交流是不是 我们要再去评估去观察说 那对岸最近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事 要不要把这个综合评估 放进去你们的考量当中 所以今天文权会发出去的稿子 很明确讲 他们不会跟中共这些高层见面 他就是要把这个台商 我们这些台商的社区来做一个互动 了解他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说真的 任何一个人你可以有质疑的空间 那夏立言他是以前住美国的 他是亲美派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夏立言每次去中国大陆 都很安全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亲美派的 所以他有一个防火墙 你知道吗 而且在这么多次 你们是认为他有这样防火墙的角色 所以专门派他去 对啊 专门派他去 回来每次都OK 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就是很多事情 我觉得确实调查局或是这些台湾的 有关安全要注意 可是那谈国民党没关系 我跟你说有一点猫腻 好 你现在先补充 对 我先讲 领导 关键的重点 为什么国外的媒体这么关心 台湾这么关心 是因为中共就戒选 就在发声中 对 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 选前30天 夏立言在一年之内去中国试试 国民党的副主席 什么天大的事情 要在这一年内去中国试试 国民党的讲法 关心台商 反批民进党说 你们都不关心台商 我说真的 不要每次都把台商 当成你们的遮羞部 或者当成你们的放火墙 全世界的台商都要关心 而民进党政府 海基会 陆委会 我们乔委会 世界台商 我们都在关心 北州的啊 都在关心 北州 北州 对 所以我说不要每次就讲说 因为你没有去中国 就没关心台商 这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只要讲一件事情 三个问题 民进党问的三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 你要去中国 而且短短一年之内去试试 见了谁 见了什么官员 你的行程是什么 告诉社会大众 跟到社会大众 知道说你做了什么事 那我们就会让大家不要担心嘛 最后讲 我为什么要担心 中国这几天在搞什么事 就在这个月七号 中国开了 2023年全国台协会长座谈会 就是台商的头 全部聚集在一起 国外媒体都担心什么事 中国是把这些台商 全部聚集合起来 戒选 要求他们投给谁 中国国台办 为了这件事情 朱凤莲出来正式开启者会 当然澄清嘛 说没有 国民党刚才也说 家里延续没有嘛 朱凤莲说没有 我们没有要戒选 但后面 讲六嘴了嘛 说没有戒选 下一句说 我们希望台胞台商 能顺时顺势 顺时顺势 顺什么时 顺什么势 再下一句 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这暗示的幅度很清楚了嘛 所以大家现在担心的事情是 中共戒选在发生中 这几天的李 李唐玲有看到新闻啊 有这么多里长 去中国 可能有一些真的是被害者 以为去旅游 但有一些是知情 而且是带队的 反渗透法嘛 第四条就违反了嘛 外国势力介入台湾 总统付总统选举 这是违法的 所以台湾已经有公职 像里长等人 被因为反胜做法 介入总统的选举 现在被侦办中 而且是中国戒选 夏立言选在这个时候 跑去中国 这么敏感的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中国 跟我们讲 要做一件事情 你跟大家讲 什么天大的事情 必须在这个时间点 跑去中国 你们见着谁 谈了什么事 而不要只讲一句说 我关心台商 这样子大家会比较信任 其实句话就好 基本上呢 费言很严重 基本上呢 夏立言 夏立言每一次去啊 其实他过两三天 都会发布新闻稿 就把所有的行程都交代 所以呢 过两天 他发新闻稿 我会传给冠军 基本上大家都了解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不晚一点去 投完票再去 时间点嘛 对 这个时间点太尴尬了 其实四年前就有台商 帮韩国人弄餐会 跟补助机 叫汇选被判刑嘛 前两天的时候出来 他要申请再审 又被驳回 而且他那时候开记者会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被判刑的 就要弄个KMT的 这个麦克风在这边 所以你国民党 你不要说 你跟会学财商没关系 人家就拿着你国民党的 这个麦克风在那边 开记者会 国民党如果要成亲 又赶快去告他 说这个是他们自己 自己做跟国民党 一点关系都没有